耶律大使成立之后,短短十余年间,西辽就成长为一个威震西域将于辽阔的强大帝国。 那么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,耶律大使都遇到了哪些强劲的对手? 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重大西辽? 作为西辽的开创者,耶律大使最后的人生时光到底是怎样度过的呢?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边教师进桌举下高级教师袁女飞,讲述塞北三朝之辽,第二十二集,西辽帝国。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。 在中国的塞梅草原之上,曾经先后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,女真人建立的金国,和党像族建立的西夏。 那么,这几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? 又在中华民族的文凭史上,留下了哪些不可扑虐的贡献?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边教师进桌举下高级教师袁女飞,讲述塞北三朝之辽,第二十二集,西辽帝国。 上一讲,我们讲到耶律大使在叶密利,就是今天的新疆俄民称帝,大辽国,大辽帝国再次复兴。 那么,大使念念不忘的就是向女真人复仇,回归东方故土。 但是,大使知道,凭叶密利一语之地,无法积聚起足够的力量,去向女真人讨还公道。 于是,大使想,在西域这个地方,征服更多的领土,获得更多的子民。 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向女真人射出复仇之箭。 所以,高昌回湖就首先进入了大使的视线。 那么,在这个大使称帝的第二年,也就是1133年,西辽延庆二年,大使亲率数万将士,再次踏上征途,御驾亲征,去进攻这个高昌回湖。 那么,大使在进攻这个高昌回湖的时候,给高昌回湖的君主毕勒哥写了一封信,让毕勒哥投降。 你当年就是我大辽的陈属,现在大辽又回来了,你投降。 毕勒哥接到这个大使的信的时候,大使的大军已打到了高昌城下。 毕勒哥登上城墙一看,数万辽兵排列整齐,铁甲泛着寒光,刀枪应日。 毕勒哥一股凉气从脚底到头顶。 毕勒哥一想,自己肯定不是大使的对手。 所以,这个时候好汉不吃眼前亏,合理的选择就是开城投降。 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生富贵,做臣子就做臣子,做附庸就做附庸。 于是毕勒哥下了城,大开四门,恭恭敬敬地把大使迎进了高昌王宫,天天饮宴。 然后给大使进贡六百匹骏马,一百头骆驼,一千只羊,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使那儿做人质。 然后大使封毕勒哥为高昌王。 从此之后,高昌回湖就成为西辽的附庸,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了。 西辽要往这儿派官员的,派少监来监视高昌回湖的预计动。 等于高昌回湖成了被大使征服的第一个国家。 征服了高昌回湖之后,大使并不满足。 下一步,剑锋所指,就是高昌回湖西南的东喀拉罕国。 喀拉罕国也是西迁的回湖人跟当地民族融合建立的国家。 但是这个喀拉罕国不同于信仰佛教的高昌,它是已经伊斯兰化了,完全伊斯兰化了。 喀拉罕国的克汗自称为阿斯兰汗,汉语的意思就是狮子汗。 喀拉罕国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分裂成了东喀拉罕国和西喀拉罕国。 所以当时的东喀拉罕国,克汗叫做阿赫玛伊本哈桑。 这个人也是一代雄主。 所以这个时候大使打的是东喀拉罕国,跟阿赫玛的部队展开了一场激战。 激战的结果是大使军惨败。 因为东喀拉罕国毕竟在这个地方是待了很多年,百余年。 强龙你不压地头蛇嘛,大使远道而来。 所以这一仗下来,大使军失败了,西楼军退去,很多跟随大使多年的勇士战死疆场。 但是大使绝不灰心,机会总会垂青我的,苍天不负苦心人。 果然,不出几年,好消息传来,阿赫玛他死了,不用你打,他自个儿死了。 阿赫玛的继承人伊普拉辛是个酒囊饭带。 狮子未必都能生下小狮子。 阿赫玛这个狮子汗,生了个绵羊汗。 伊普拉辛是一个无能之辈,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,是一个酒囊饭带。 所以伊普拉辛一继位,原来陈属于东喀拉罕国的葛罗路人反了。 葛罗路人实际上也是有回忽的血统,也是跟当地民族的浑血的这么一个游牧民族很强悍。 原来他成属于东喀拉罕国,现在一看狮子汗死了,绵羊汗继位。 我怕狮子,我不怕绵羊吗? 所以这帮人就起来,就造反。 造反,打的伊普拉辛没办法了。 伊普拉辛每天卷缩在自己的宝座上,内心充满了恐惧。 他柔软的手臂根本就举不起宝剑来。 所以这个时候伊普拉辛环顾于内,谁能救我呢? 耶利大使,他能救我。 因为他当年连我爸他都敢打。 连我爸爸都敢打的人,打葛罗路人肯定不在话下。 于是伊普拉辛就给耶利大使写了封信。 我现在国中遭难,葛罗路人他进攻我,请你念在两国友谊的份上。 也不知道两国有什么友谊,前年还打了个不亦乐乎,你念在两国友谊的份上,仗义元首帮我打败葛罗路人。 耶利大使一看,这不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吗? 你让我帮你打葛罗路人,可以啊,我不能白干。 我白干的话,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? 你给我什么好处? 伊普拉辛说,如果你帮我打葛罗路人的话,我奉上土地人民,那款归降。 耶利大使这简直就喜出望外,赶紧率领大军,就进入了东喀拉罕国的首都巴拉沙滚。 巴拉沙滚这个地方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。 大使就进入到这个地方。 然后帮助这个伊普拉辛就打败了葛罗路人。 毕竟这个大使的西流军队,作为这个先进民族,装备精良训练有素,对付这些游牧民族,应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打败了这个葛罗路人之后,伊普拉辛果不食言,奉上土地人民。 大使以巴拉沙滚为自己的新都城,改名为虎斯沃尔朵。 沃尔朵是公杖的意思。 虎斯沃尔朵就是强有力的公杖。 他把这个地方改了这么一个名字。 从此以后一直到西流灭亡,都城就定在了虎斯沃尔朵,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。 所以这个大使就在这儿,定都下来,封伊普拉辛为土库曼王。 你可以做这个王,跟高昌王一样,土库曼王。 等于东喀拉韩国就灭亡了,他的地盘就全部被西流给占领了。 伊普拉辛欢天喜地的领着土库曼王的封号,回去享受他的财宝和美酒去了。 从此以后国家我再也不操心了,巴拉沙滚已经改名了。 我已经由阿斯兰韩变成土库曼王了,以后再着急,是大使着急了,我该享受,我该尽天年去了。 他在这点追求,很高兴,很高兴,那土归乡,不识王侯之位,总比当了俘虏,被人宰了,强得多。 所以伊普拉辛回去,该干嘛干嘛,大使占领了东喀拉韩国。 占领水草丰美,物产丰饶的东喀拉韩国,不仅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西流的将域,而且还让耶利大使的十万军民得以休养生息,积聚力量。 西流正逐步成为西域地区的强国,但是耶利大使并不满足一次,他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,是消灭新国,光复辽国。 那么,耶利大使为了实现他的梦想,下一步会做什么呢? 西流的皇帝耶利大使,他在占领了巴拉沙滚之后,年号由延庆改为康国。 所以在康国元年三月,进入虎斯沃尔朗之后不久,耶利大使向他的战士们发出了东征的号令。 史记记载,以青牛白马祭天,竖旗已适于众约。 耶利大使,集合步众,斩白马青牛祭天。 祭天之后,耶利大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。 我大辽自太祖太宗,艰难而成帝业,其后,四君丹乐无厌,不续国政,盗贼风起,天下统崩。 朕帅耳重,远至朔末,欺负大业,以光中兴,此非朕与尔逝之地。 我大辽自太祖太宗,创业艰难,其后,四君丹乐无厌,后继的君主,这当然主要是天作地了,昏庸无道,不理朝政。 所以,盗贼风起,天下土崩,正帅耳重,软智朔末。 我领的你们来到这么遥远的异国他乡,干嘛呢? 欺负大业,以光中兴,我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从整河山,光复大辽社稷,此非朕与尔逝居之地。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乡啊,这个良缘虽好,非久居之地。 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故土去,所以耶利亚时发出东征号令,咱们起兵, 光复故土。 耶利大使宣布,自己手下的第一能臣六院司大王萧沃里拉为都元帅,帅七万铁骑东征。 这个萧沃里拉帅七万骑兵就出发了,沿途也要经过大沙漠。 所以这一次出征,绝不像这个大使想象的那么顺利。 风灾,薄灾,沙尘暴,然后沙漠的气候无常,瘟疫,全部赶上了。 大军行至一半,路途行至一半。 人马已经倒闭无数,敌人还没有看到,人马就已经倒闭无数了。 如果再往前去,那就是送死了。 万般无奈之下,萧沃里拉宣布班师,宣布班师退回到了虎斯沃尔朵。 史记记载,说行万鱼里无所得,牛马多死,勒兵而还。 大使曰,黄天佛顺,树也。 看来是谋士在人,成事在天,黄天佛顺,树也。 这是命啊,没办法。 中间跟金隔得太远,大沙漠咱过不去。 当年二百人能过来,现在七万人过不去了。 这么庞大的后勤支援力量,这么多的部队过不去。 过不去怎么办? 看来光复故土的希望在一点一点破灭,那么怎么办? 既然故乡回不去了,我们就好好的经营他乡。 我们就把他乡当成故乡。 好歹我们在西域保留了契丹一脉,保留下大辽的血脉。 东征不行,我就改西征。 我要为大辽开疆拓土。 因为西边这些国家,咱都挨着。 河中地区自古称富饶。 所以我就要往这个地方发展,往河中地区发展。 大概的位置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。 咱们中国汉朝的史书里边对这个地区就有记载。 唐朝的时候一度在这里设立河中府。 所以我们就称这儿为河中。 要往河中地区发展,首先必须解决到的对手就是西喀拉韩国。 然而西喀拉韩国是塞尔铸突厥帝国的富民国。 如果攻打西喀拉韩国,必然会和塞尔铸突厥帝国发生出途。 根据记载,塞尔铸突厥帝国不但将于辽阔,而且兵强瓦克,是中亚西亚地区有名的大帝国。 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,耶律大使会怎么应对呢? 西辽向西喀拉韩国发动进攻,率领大军进入到了费尔干纳古地。 费尔干纳古地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,乌兹别克斯坦,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。 这个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一个古地。 当年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。 所以当时的大使就率领军队进入到了费尔干纳古地,跟西喀拉韩国的大汗马赫穆率领了军队,在费尔干纳古地展开激战。 两军队员刚一打,西喀拉韩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,我们前面讲过的葛罗路人不愿意为马赫穆卖命,倒阁了,投向了西辽。 所以一仗下来,西喀拉韩国的军队全军覆没。 西辽兵威大振,直逼西喀拉韩国的首都撒马尔干,就是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,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。 原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旧都,直逼撒马尔干绝望笼罩在每一个西喀拉韩国人的心中。 完了,我们这国家完蛋了,跟东喀拉韩国一个下场,要被西辽皇帝征服了。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,马赫穆给自己的主子,塞尔驻帝国的苏丹桑贾尔写信求援。 所以桑贾尔就发出了号令对叶利达使开战。 于是中亚西亚河中地区各地的王公纷纷率军赶到,据说集合了十万大军,光检阅就用了六个月。 咱也不太明白这十万人咋能检阅六个月。 估计可能是今天来二十,明天来三十,所以桑贾尔天天检阅部队,凑了十万大军。 桑贾尔认为自己的十万大军足以弃吞山河,足以干掉耶利大使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桑贾尔意气信心百倍,自信满满,就进入了自己的附庸,西喀拉韩国的首都撒马尔干。 别害怕,我照着你,我来了,我领个十万大军来了,准备跟耶利大使决战。 他来了,他来到这个桑贾尔干之后,他首先攻打,背叛了西哈拉韩国的葛罗路人。 葛罗路人当然不是桑贾尔的对手嘛,所以葛罗路人就只能向耶利大使求援,向我们的菊尔涵求援。 所以耶利大使就给桑贾尔写信,让他饶过葛罗路人,何为贵嘛,咱们中国人何为贵,能不打咱别打,你放过这个葛罗路人,你别打了。 桑贾尔认为这是大使示弱的表现,你看耶利大使就是不行,他连敢打都不敢打,我十万大军一出发,就得吓成这样。 所以看到大使的来信之后,桑贾尔十分轻蔑的给大使回了一封信,在这个信中,他告诉大使,结贾归降,归依伊斯兰教。 你要结贾归降,你要归依伊斯兰教,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,等待你的下场是大军一道,玉石俱焚,我们的十万战士英勇无敌,他们能用剑割断敌人虚发,这么有战斗力。 我们能用弓箭,射出来的弓箭截,截断敌人虚发,你怕不怕,把这封信就给送出去了。 连桑贾尔的大臣都劝桑贾尔,桑贾尔就是他塞尔柱帝国的领导人叫苏丹,劝他,苏丹您不能写这条信,你这条信太侮辱人了,你就不给自己留后路,你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,不能写这种信。 结果桑贾尔说没关系,大石是个胆小鬼,他是个乌兰卉,不用怕,把这封信给他寄去。 然后桑贾尔的使节,拿着这封信就来到了大石的公帐,来到大石的公帐之内,把这个信就递给了大石。 大石读完这封信之后,不露声色,把这封信就交给了自己的大臣。 大家看看,这是塞尔柱的苏丹给我们来了一封信,给一封信,大家看看,大家传看一遍,火全都到这儿了,势可忍,孰不可忍,这太欺负人了,一下群臣的火都被扇上去来了。 同仇敌凯,把这小子宰了,把送信的人宰了,大石制止,不行,不能这么干。 两国相争,不展来史,这封信怎么答复,用不着答复,懒得理他。 你不是能用剑割断敌人,虚发吗? 大石拿出命令旁边人,给他一根针,让他把这封胡子挑断了。 然后旁边的随从就给了桑贾尔的使节一根针。 哎,您拿这根针,把胡子挑断了,这使监当半天,插过来,插过去,插过来。 他怎么可能扎得动这胡子,这针一插就滑一边去了吗? 他根本就切不断。 大石说,回去告诉你的主子,你连针都穿不断虚发,你怎么可能用剑截断敌人虚发呢? 愿意打,咱就打。 我耶律大石奉陪到底,咱得开战,没什么说的。 桑贾尔的使节就回去报下了,耶律大石说了,开战。 他让我拿针扎胡子,没扎穿,没扎穿。 桑贾尔一看,那这比耶律大石太不知道好歹了,一定要给他一个让他永世难忘的教训。 桑贾尔亲率十万大军,向耶律大石发动了猛烈的进步。 耶律大石率众迎战,但是根据史书记载, 大石军仅仅两三万人,那么处于烈士的耶律大石是如何以少胜多打败桑贾尔十万大军的呢? 桑贾尔亲率十万大军,向耶律大石发动了猛烈的进步。 耶律大石率众迎战,但是根据史书记载, 大石军仅仅两三万人,那么处于烈士的耶律大石是如何以少胜多打败桑贾尔十万大军的呢? 那么,决战在萨玛尔汉以北的卡特万草原展开。 这个地方也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,在萨玛尔汉以北的卡特万草原展开。 敌军十万,大石军只有两三万,那么大石军在人数上是处于绝对的劣势的。 但是,大石在阵前也是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,告诉他的战士们,不要怕,跟着我,你们大喊,局而喊,取得无上的荣光。 因为他的部队里边不但有契丹人,还有汉人,还有突厥人,所以跟着你们大喊,取得无上的荣光。 彼军虽多而无谋,公之则首尾不救,我师必胜。 没什么可怕的,他虽然多,但是无谋。 你想,他是好多个国家集合在一起的部队,他好多个国家,甚至部落,甚至部族集合在一起的部队,事先没有一个统一的演习。 这六个月可能光检阅了,没搞演习。 可能这些个部队,桑加尔的十万大军,可能这十万大军之间言语都不通。 因为他虽然都有共同的信仰,可能言语都不通。 所以彼军虽多而无谋,公之则首尾不救,我师必胜。 没什么可怕的,跟我去迎娶胜利。 所以叶子大使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了三波,自己亲率中军。 自己亲率中军,他麾下第一名将六院司大王萧沃里拉,指挥右军2500精兵。 舒密副使萧查阿拉,指挥2500精兵,位于左翼大使自领中军。 当时的桑加尔联军是由塞尔柱苏丹桑加尔自领中军。 然后他的宰相领左军,一个附属国的国王领右军。 这样一来的话,战场上就见了这样的一个形式。 方块是大石军,三角是桑加尔联军。 那么大石的中军对阵桑加尔联军的中军。 大石的右军对阵桑加尔联军的左军。 大石的左军对阵桑加尔联军的右军。 在我这个方向看你们,这儿是左,这儿是右。 然后您看我就跟我的方向完全就是反着的。 所以中军对中军,左军对右军,右军对左军。 大石选了这个卡特万这个战场。 这个战场是一片一山的缓坡,是草原,但是依着一座山。 这个山中间还有一道峡谷。 大石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峡谷。 他把自己的中军布置在峡谷前边。 然后左军当然在左边,右军在右边,背靠着这个峡谷作战。 一开战,双方在这个中军这个地方陷入了僵持。 所以战斗一打响,联军的左军,猛攻大石军的右翼。 大石军的右翼跟大石军的中军和左军之间,就拉开了一个缺口。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。 联军的左军插入到大石军的右军和中军、左军之间。 所以这样一个格局就变成什么呢? 这个缺口是越拉越大。 所以联军的左军、中军和右军就逐渐都填进了这个缺口当中。 而大石的中军和左军就向联军的右翼迂回。 最后迂回的结果变成了什么呢? 变成了大石军的右翼正好去进攻联军的左翼。 大石军的左翼就迂回到了联军的背后。 而大石军的中军去进攻联军的右翼。 等于我的部队一备分开,我这支部队往这边去,我这两支部队往后边绕。 一绕就形成一个什么意思呢? 大石军门户洞开,联军三面受敌。 形成这么一个局面。 而联军正对的就是那条峡谷。 正对的就是那条峡谷。 所以大石军三面兜底发动猛烈的进攻,前面又是一条峡谷。 联军无路可退。 打打敌人没了,敌人哪儿去? 抛后去了,我又进到峡谷。 峡谷很窄,几万人马一进去,掉头不变,任由大石军砍瓜切菜一般的宰杀。 所以一仗下来,联军扶尸数万。 桑贾尔的宰相被俘,本人受伤,狼狈逃离战场。 这一仗打完,塞尔柱帝国一蹶不振。 若干年后,就被自己的附庸花辣子摩彻底的给摧毁了。 就被花辣子摩彻底的摧毁了。 这一仗下来,塞尔柱突厥的势力就退出了河中地区。 这一大片新兴的领土就成了大石一个人的舞台,越马横枪的舞台。 耶律大师成功占领了河中地区的绝大部分地区。 他的威名传遍了中亚地区。 但是,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。 不久,位于阿姆河畔的花辣子摩国,成为了耶律大师的下一个进攻目标。 花辣子摩原来也是塞尔柱苏丹的附庸。 是塞尔柱苏丹的一个奴隶出身的警卫员,建立起来的国家。 这个人本来是个奴隶出身。 奴隶出身,但是因为他很受苏丹的宠爱。 所以苏丹给他军权,他后来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政权。 建立了政权之后,陈属于塞尔柱苏丹。 塞尔柱苏丹一被击溃,花辣子摩趁机坐大。 他就摆脱了附庸的地位。 在西亚地区就开始坐大了。 而这个时候的大石已经成为中亚地区无一无二的霸主,成为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,成为了冉冉升起的蓄日。 任何的人如果想抵抗大石的话,那就像太阳照耀下的冰雪一样,一定会融化掉的。 所以大石把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就对准了花辣子摩。 花辣子摩的国王的称号叫沙。 所以当时的花辣子摩的沙叫阿基斯。 这个阿基斯,他也是一世枭雄,说句实在了,并非庸主。 他本来也是一代枭雄。 如果换一个时代,他绝对可以在这一个地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 可惜,他生不逢时。 墙中自有,墙中守。 他遇到了谁呢? 他遇到了更加了不起的枭雄,耶律大石。 所以耶律大石在征服了赛尔柱以后,派自己的大将,俄尔布斯,统领大军,进攻花辣子摩。 此时的西辽军,携百战百胜之余威,一路锁向披靡,雷霆灌顶,向花辣子摩就杀过来了。 花辣子摩的杀阿基斯,一番衡量之后,认识到,凭自己的国力,不足以跟耶律大石抗衡。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,就派了一位使臣来到了俄尔布斯的帐中,跟俄尔布斯表示,我愿意臣服菊尔寒。 每年交纳三万底纳尔金币,交纳三万金底纳尔,作为共赋,请求菊尔寒退兵。 在这种情况下,俄尔布斯,班师环朝,西辽国势之盛,达到了顶点。 已经以虎斯沃尔朵为中心,东西万里的一个大国。 所以特别是西辽帝国在当时的影响远拨欧洲,以至于今天,为什么在俄语,阿拉伯语和拉丁语里面,都把中国读作契丹? 主要就是耶律大使的功劳,在那个时候,在耶律大使跟桑加尔打仗的时候,正逢十字军东征,欧洲的十字军东征。 那么十字军东征最后的失败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。 于是在欧洲人的传说当中,遥远的东方,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国王约翰,打败了桑加尔的联军。 那么经过史学家一番考证,遥远的东方并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国王,有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耶律大使,他的部队确实打败了桑加尔的联军。 所以就可见哈拉契丹的名气之广,名气之广,连欧洲人都知道了,当然欧洲人要给自己贴金。 说他是因为信仰了基督,他是主的战士,实际上耶律大使是契丹的战士,打败了桑加尔的联军,建立了这么一个名震万里的大国。 建国仅仅十余年,西辽就成为一个将于辽阔的强大帝国。 耶律大使功夫可过,那么作为西辽的开创人,耶律大使最后的人生时光是怎样度过的呢? 为什么在他去世后,他的名字还常常被人提起呢? 建国仅仅十余年,西辽就成为一个将于辽阔的强大帝国。 耶律大使功夫可过,那么作为西辽的开创人,耶律大使最后的人生时光是怎样度过的呢? 为什么在他去世后,他的名字还常常被人提起呢? 当然,征服了花辣子摩,是耶律大使一生事业的顶点。 那么耶律大使这个事业走到了顶点,他的人生也走到了顶点。 他怀着家国之恨,怀着不能光复故土的遗憾,闭上了双眼。 所以在1143年,也就是西辽康国十年,耶律大使在虎斯沃尔朵的公帐当中去世。 他正式做皇帝十一年,如果算上他统领部众。 算上他离开天作地西走,统领部众二十年的时间,在西域重建了契丹帝国,并且把契丹帝国的威名传播到了中亚西亚乃至于欧洲。 耶律大使死后,庙号德宗。 这个西辽帝国虽然在遥远的中亚,他的国都虽然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,但是他的风俗语言完全效法中原内地。 在西辽帝国通行的是汉语和突厥语,公文是汉文,官制完全跟辽是一样的。 然后皇帝死后也有庙号、士号,皇帝活的时候也有年号、尊号等等。 就是中原的典章制度在遥远的中亚生根开花结果,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。 在西域地区建立这样不朽的功勋。 然后不幸在他56岁那一年去世,他把契丹的国座又延长了88年。 所以在耶律大使死后多年,宋、西夏甚至他的对手金仍然用大石来代指西辽。 他的名字成为了一个传奇,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符号,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符号。 宋也好,西夏也好,甚至金也好,不说西辽如何如何。 一说就是大石如何如何。 大石都死了多少年了,一说西辽还是大石如何如何。 后来蒙古族崛起之后,有一位著名的契丹族的谋士辅佐蒙古。 这个人叫耶律楚才。 耶律楚才也是契丹贵族后代。 耶律楚才在自己的著作《湛燃居士集》当中,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颂耶律大使。 这首诗是这么说的。 后辽兴大石,西域统秋辞,万里微生镇,百年名叫垂。 特别是后两句,万里微生镇,百年名叫垂。 万里微生镇,这不用说了,江域东西万里的一个大国,百年名叫垂。 把中原华夏的文明在遥远的西方传播开来。 然后,这首诗,作者还有一个字著,说,大石林衙,辽之宗臣,结众而亡。 不满二十年,克西域数十国,复原数万里。 传数主,凡百余年,泼上文教,西域至今思之,妙号德宗。 特别是在那个时代,在耶律储财的时代,已经是大石之后,又过了将近百年。 他充满深情的说,大石治理下的西域,就是西疗,泼上文教,西域至今思之。 西域各族人民到耶律储财的那个时代,还怀念着这个耶律大石。 那么这个耶律大石啊,他去世的时候,儿子还很小,儿子还很小,所以呢,他的儿子不足以亲政。 因此这个耶律大石呢,就留下了这个遗诏,由皇后萧塔不焉,全知军国事。 就由这个萧塔不焉来摄政。 那么这个萧塔不焉摄政,他给自己的尊号是赶天皇太后。 萧塔不焉摄政之后,西疗的国事如何? 这个呢,我们下一讲再讲。 谢谢大家。 耶律大石去世后,仅仅过了六十多年,曾经横扫西域的西疗帝国就灭亡了。 那么在耶律大石去世后,西疗帝国都经历了哪些风雨? 西疗帝国究竟是怎样灭亡的? 中国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,并没有契丹族。 那么,西疗亡国之后,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契丹民族,到底去哪里了呢?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边教师进修剧奖高级教师严徒会。 讲述赛北三朝之聊第二十三集,帝国末语。